請問一下 陳維爾有沒有收到 法庭的通知人收到信 已經是政府就劉小禮的議員入憶申請記憶 我們收到法庭的一個給議 就是政府有意思就劉小禮的一個案件 是看出信用的 有意思的意思就是他還未正式入憶 還未正式入憶的 只是因為其實這宗案件是莫家傑對劉小禮的 政府的回應給法庭就說他有意思 他提出訴訟 請問一下 林鄭月娥的記憶是他去參與這個官司嗎 我們只是收到這樣的信 事實上政府什麼時候去提出訴訟 我們也不知道詳情是怎樣 我們也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等到 有個政府是體存訴訟了 我們法律師傅就不會去看看我們應該怎樣去做 其實這件事是公學院 你是專課公學院 你容許劉小禮以採訪詞的那個 其實你公學院認為你給剛才你採訪了 你沒有違法的任何分析 你做得對不對嗎 在當時我們是看過了很多文件 包括我們自己法律顧問的意見 也都是看過以前立法會的做法 也都有外景資深大助去做的 所以這個都是在當時是我們最好的決定 知不知道是否特首和委託這段時間才會做這個人 有沒有這個指令 完全不知道 剛才你和特審談那麼久有沒有提到過 這個時候會談過這段時間 沒有 如果我們有法律的訴訟 是不應該談論這個法律的問題 Do you think this is a challenging and intuitive ruling and do you think that more of JR you think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Article 104 brings the whole thing to a much clearer picture I think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initiate a proceeding then they need to base on the law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Basic Law so I think unfortunately you know with the oath-taking saga somehow the court have also mentioned it it's only the court who can have the final decision so any of those you know oath-taking problems you know the court should be solved but you should 就是原廷超級責任 正在與今日有更多的情況 政府會贏退 主席上的確犯了 例如在令小禮之後 其他案件是不斷挑戰和出場 退化力重點 好想問清楚就是 剛才你的意思說 政府有意去兌 큰 你會對任何一個人 其實是 是否跟國家結束 為何要解決 劉小禮案之間的關係 而的理解是怎樣 這就是政府會takeover這個數字 我完全沒有這樣的資料 但是政府這封信是因為莫家傑對劉小麗丹案 法庭是要求幾方面去做一個初步的意見 政府寫了這封信給法庭 所以究竟場景是怎樣 都要等我們後續是怎樣去做 主席 其他監察的決定還未遭遇 我不會擔心的 因為事實上我做的決定 剛才說了很清楚我是有法律根據的 但是自從做了釋法之後很多事情清楚了 唯有解決所有的疑問或問題 都是要法庭最終做這個決定的 好嗎 OK 謝謝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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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